台北股市從二零二一年初的一萬五千點 二零二四年七月八號 沾上兩萬四千點大關 短短三年半漲了九千點 市值突破二點四兆美元 護國神山台積電功不可沒 衛哲家多次霸氣喊話 先進製程耿流臺灣 台積電市值更一度突破一兆美元 市值佔大盤比重高達百分之三十四點六 大幅超越第二三名的鴻凱聯發科 攤開全球市值股市排行 前五名分別是美國 中國 日本 香港及印度 臺灣則拿下第十名超越缺乏重量級企業的德國 臺灣和我們的協調 都創造了世界的AI基礎 黃仁軒讓全臺掀起AI狂潮 被他點名的供應店夥伴身價 跟著水漲船高 一顆蘋果就臺灣 逐漸成為過去式 電子五哥紛紛轉頭 擁抱AI市場 臺灣本來就是AI島 那AI必須要半導體 那臺積電又是半導體的 這個領導廠商 那臺積電變成臺灣的護國神山 那是有他的道理的 所以這一次的榮景 就是NVIDIA的揮答 所引領的十年的大榮景 專家看好臺股未來發展 畢竟股市是國家經濟實力的延伸 臺積電的成長 讓臺股表現跟著大熱鏡 護國神山名號當之無愧 三地新聞 張庭祥也請綜合報導 大家看到! 謝謝大家!